认知好像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有谁觉得 各位在座的 有谁觉得你们做的工程 可以留到一百年以后的 有没有人举手 你看这边马上就有人说不可能 都没有人举手 可是大家去欧洲玩的时候 还看到欧洲玩的时候 很多东西不是几百年前的吗 随便到哪个地方去 那房子都是三四百年五六百年以上的 你走着不管你是在罗马也好 在西班牙 市区里面的道路 那个石板路 都是罗马时代留下来的 两千年的工程 还有像是你们要是有去捷克 去布拉格 那个桥也都是十四五世纪 就在那里的 现在汽车照样能走 这怎么会是不可能呢 做得好的东西当然会留下来 当然条件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能面对比较多的灾害等等 但是标榜这些国家也一样 面对比较多的灾害 虽然不像他们那么严重 所以像很多的想法跟原则 能够把握住的话 在能够取得资源的情况底下 这是一个重要现实条件 我们就可以做得比较好 像这个请大家注意的 考试也会考 等一下会有测验 就是像是可欣欣评估里面 等相关的方法 把一些是应该要做的 就不应该做的等等 像这里尤其对于生态的部分 采取违避减轻补偿 这些呢 其实在台湾算不算做得很好 不算了 有没有开始做 有 对不对 以国道6号的例子来讲 有啊 我们确实已经开始做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更多的国外的例子 不管是 不管是荷兰 法国等等 除了我们讲的 回避一些 比较生态敏感的地区以外 简单讲 高铁有没有这个例子 有啊 对不对 假如说各位有看高铁的 这些形象广告的话 高铁形象广告在我们新竹 对 经过我们新竹 金山面那个地方的时候 高铁为了闪一条坡 闪一棵薄公树 稍微移了50公尺 增加了一个桥顿 那边叫金山面 金山里的名字 吴庆杰 就跟我聊这个事情 那高铁也把这个东西 当做他的形象广告 当然可以说 那个是一个做形象 但是他基本上就符合了回避原则 虽然他回避的 不是一个多么大的完整的生态系 而只是一棵树 减轻 有啊 高价 隧道 对不对 对不对 武昌 武昌文化 哪里 也是高田 台湾水质 台南关田的那个地方 在 这个在台湾 算是象征性的作用 但是呢 其实在美国的话 小铺西上台的时候 他们 国家就要求 所有的重大工程 都必须有 针对湿地 采取所谓的 补偿原则 只要你道路开过去 弄掉了多少公顷的湿地 你就得另外找个地方把它给弄回来 这是他们国家的法令 大小工程都有必要 台湾这个部分目前还没有 我们大概考虑到前面这两个部分 各位可能会讲 无聊 对不对 这个湿地弄掉弄掉了 我弄个湿地回来干什么 也如果是一些蜻蜓 蜻蛙 对不对 像天草要死 那个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去看 其实 对整体的生态来讲 影响很重要 这个问题 顺便跟大家提一下 各位也不要觉得 要搞一个生态池 做一个湿地 很麻烦 大家不要被骗 有一些在国内呢 叫江湖 有一些江湖良宗 虽然我是学大力工程 但是有接触的人比较多 江湖良宗告诉你说 你在生态池设计以后 应该引进什么植物 一大堆有的没有 我就觉得好难啊 那时候我都听不懂 好难 那后来 有一次中研院 办了研研讨会 请了一堆国外的学者专家来 那我就认识了一个法国人 年纪跟我差不多 那也长得帅帅的 也就跟我一样的意思 那我就聊天 他就是专门做生态工程的 包括做湿地 包括不是只有池塘的部分 包括海岸 他跟我讲说 哪有那么难 他说做湿地的原则很简单啊 就是你的池塘 不要画一个圆圆的 也不要画一个方方的 对不对 你就是你的那个 我们这样怎么讲 你的周界要能够不规则形状 留长一点 越长越好 越是弯弯曲曲 像个星星一样越好 为什么 你越多的话 就提供我们越多的界面 然后呢 水要有这个你的底 要有缓的 要有抖的 都要有 基本上本身湿地的设计 他就说你的地形的部分 就要能够多样进 而且你也不用做太多 你要考虑那边的什么呢 这样 本来这里有的地方 就是有的时候 湿 有的时候 干 你不需要一年360度 都让它在同样的水位 再来一个大问题 那种植物怎么办 他说 还去找一大堆什么 现地的植物 撒种子来种 那个都不好了 他说 他教我一个简单的办法 其实是一个很科学的办法 因为他是学生态 他说呢 我们的法国人做法很简单 今天呢 我假如是在 譬如说 在新庄这边 新庄的某某地方 要搞一个湿地 那新庄也许本来没有湿地 可是巫谷也有 巫谷也有 巫谷很近啊 叫隔壁 他说 你很简单 你就是带了一个桶子 带了一个铲子 你就是去巫谷 那你挖就对了 去他湿地方面挖 你就挖一桶回来 他说 你知道这一桶 你没有什么东西吗 所有的种子 都在里面 所有虫的蛋蛋 全部都在里面 你搞个鸡桶 给他 他个半年一年 保证 只要说你的条件是相反 家里的条件 温度的条件 都是差不多的话 你的这个实体 就会跟那个 基本上差不多 有些常识的物种 会长得好一点 有些稍微差一点 但是差不多 你根本不用那么费心 花了很多的钱 买了一大堆的树 当然你会说 老师 你知道树很重要吗 因为很多人就靠那个树 要A一点 那当然是另外一个考量 对不对 每次看到 在看到那种预算树 什么 什么 你还买那种一棵五万半的树 买了一百棵 不要闹了 不行 香港说那一定要 这就没有办法 糟糕 不已被录进去 没有说哪个想法 没有关系 好 那另外呢 像是要把绿色的工法 考虑进来 所谓绿色工法 简单讲 就是对于生爱环境 冲击最小的办法 冲击最小的办法 内容很多次 我就不一一的讲 冲击最小的办法 很多人想法很简单 我们讲说 挖田平衡也好 或什么 但是挖田平衡的时候 被滥用 你的挖方量非常大 田方量非常大 就挖田平衡 这个就蛮鬼扯的 那另外呢 像一些所谓的 绿色的材料 这个大概是 我们今年呢 在讲节能减碳的时候 会特别讲到的一些东西 什么叫绿色的材料 绿色的材料就是 包括了再生材料在里面 现在我们用很多 不管各位的 怎么讲 现在用了很多的 路边的栏杆也好 座椅也好 都是再生的塑胶 本身建材的部分 钢铁就比混凝土好 因为钢铁是可以再生的材料 这个部分 其实在台湾 大家的想法 比较安纯 因为我们政府没有规定 像是在丹麦的建筑工程 它有规定 75%以上 是必须可回收的材料 就是这些建材都拆掉之后 它能够分类 分完之后 很容易就知道这个东西 该送去哪里 都能够再生 那我自己开的车子 是瑞典的车 SARP 差一点被关掉的车厂 SARP的车子 是85%的材料 都是可以再生的 通通都有标示 这个拆下来是属于什么 那个拆下来属于什么 一样 所以我们在工程里面都可以做得到 另外的是什么 大家要是有机会 清晰川好像是被一个讲烂的例子 但是都是讲它看到的成果 各位有机会去上韩国 汉城市清晰川的网站 你会发现 它在绿色工坊 和绿色塑料圈做得很好 清晰川就像我们台北市的新生高架 底下的油工具一样 它在拆那个他们的清晰川上的高架 就是我们的新生高架的时候 它不是用怪小虾卡 它是一块一块用混凝土 慢慢切 慢慢切 切下来 切下来都可以拿去再生利用 所以一方面在切的过程里面 也对于周遭的居住 影响的最小 另外切下来的东西 它都可以再生利用 包括混凝土 包括钢筋 不是只有钢筋而已 那能够用的 都还会再把它们用回去 它的工程里面 所以这个面向 对清晰川的工程来讲 它接触比较少 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 那绿色的能源 这个对我们来讲 比较难一点 我们现在 因为能源局很多补助 所以各位在工程里面 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太阳能的 或风力发电的一些东西 点缀一下 这个在台湾来讲是有限 因为条件的关系 就是说各位不愿意用 好 接下来一些规划设计的原则 这部分就比较快一点 包括什么呢 整体性跟前瞻性的规划 包括了要能够做风险成本的分析 那能够提升它的品质 刚刚讲 假如说呢 政府能够有比较小细的资料库之外 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 能够想得多一点 而且多花一点钱 像我 因为自己是大力工程 我想要觉得我们工程师很可怜 是本身的工程的成本很大 但是花在调查上的钱 永远都是少得可怜 时间也很有限 前面整个计划的时间拖了好久 拖了好多年 到最后你希望我调查在三个月里面 或一个月里面做完 不要闹了 对不对 太难了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会希望 能够业主也好 或者是顾问公司 留给调查的人 比较多的时间 跟比较大的可能性 尤其现在工具也很发达了 不是只有靠 像地质调查 对不对 不是只有靠钻探 有各种不同的地球物理的方法 有政策 用电子 透地雷达等等 甚至于靠微重力测量 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去把一些有问题的地方找出来 就请大家 多花一点点钱 允许我们把这个事情做 将来节省 我们省在哪里 省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破坏的机会 就会小很多 闪过很多该闪的东西 或者说呢 强度该提高的就提高 因为我们会把风险评估的概念 纳进来 工程催热度分析纳进来 举例来讲 之前我们替公务局做过一个计划 就是河川跨河构造物的下部结构 冲刷的风险评估 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桥梁 底下是用前基础的 都是用机桩 我机桩到底应该做多深 对 20公尺够不够 30公尺够不够 那我在前面所做的水里分析 是不是考虑到了 未来20年的雨量变化的趋势 还是我只是用过去20年的 去做一点点小小的外插而已 那做的结果 它被冲毁的几率 这个桥梁被冲拔的几率有多高呢 冲拔之后 我有多少个 一整个派对 很高吗 嗯 对 死因